11月中上旬 我们会遇到太阳六合土明的格局 这段时间大环境精准又务实 每个人开始变得接地气 比起冷眼旁观 更愿意负担起责任参与其中 仅想渗温的氛围开始占主流 人对于想要的东西更加坚持 而且能够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去实现 明察秋毫的氛围也能更加的着眼于实际 为现实生活提供一抹调剂和增色 这个时期如果有什么年末的赶功和任务 是很好的操作时间 也是我们怕电财物思考千年收益的好时机 本月中下旬 金星会加入木海形的结构 经历过上个月的现实阻力和关系闹剧 11月是我们重新瞻仰未来的时间 我们可能会感到关系进展顺利快乐 但缺乏责入束缚 有很多幻想的成分看不清未来 11月中下旬火星会进入天蝎座 带给我们十足的精力和能量 可以在年底赶功很多事项效力十足 本月月是红榜 双鱼座 学业突出 天蝎座 个人发展 巨蟹座 感情深刻 本月运势黑榜 射手座 负能量多 白羊座 信任危机 摩羯座 感情误会 白羊座 工作上压力最大的阶段过去了 本月基金会神会逐步突破 工作稳定 适合运程帷幄 关注职场危机 谋略未来出路 感情上可能变得更加低调 对感情的敏锐度增加 但过分敏感可能导致不信任感发生 容易触碰到自己内心最深层次的欲望 可能会有所感悟和精神上的重生 打情上有一些对未来的幻想 希望彼此交流一些想法 也是异地恋的高峰期 接下来关注于资源获取 情绪达理 或是投资理财 本月也可能有一些替代的事情出现 学业上享受学习的过程适合广泛学习阅读 会有一定提升 但可能也会因为拖延症而走神 天牛座 工作上注重合作的一个月 工作竟敢顺利与否和周围人际关系息息相关 本月你工作的忙碌期会逐渐过去 感情上重心在关系上 很容易开始考虑自身规划和某段关系的未来 本月开始你的情感业势将非常务实 你在关系里体会很深 本月很容易和伴侣交流想法 有一些深思熟虑的未来计划 单身汪本月感情不明显 但你会有非常深入的社交关系 朋友往来 接下来上偏财月不错 有可能有一些收入 红利外快礼物等 学习上状态不错 本月适合循序渐进 安排好计划 能够慢慢进步 也很适合和他人求救 切磋想法 双子座 工作上明显会进入一个忙碌的跑道上 本月需要处理很多工作与生活的事情 让你变得更加难干 工作进展在轨道上 朝着未来梦想全见就好 是安逸 且有成效的一个月 感情上感激甜蜜 收获快乐 但是提起未来的计划 总有些不靠谱 金钱上多劳少得的一个月 需要专注很多琐事 但实际收成平平 学习上状态普通 下半月逐渐忙碌 可以安排好学习事务 去卸做 工作上你将变得更敏锐 而懂得察言观色 生活也更能以舒适的步道进行 热情澎湃的创造力 能够展现你生活中 在宇宙不同的滋味 部分人可能考虑 释放自己的身心能量 做一份完美的料理 吃一顿大餐 参加手艺课 创作与时尚活动 挖掘自身爱好等等 感情上充满热情的一个月 关注爱情热情满满 有业力和决心 解决感情中的麻烦 经线上工作正才不错 本月工作上会迎来一波 不错的发展 有职场贵人 学习上容易因为生活安逸 舒适影响投入 灵感丰富 但容易脱严重出现 学子座 工作上状态平平 心理本月将全部集中在 家庭生活的营造中 将取代个人目标 成为你生活乐趣所在 你比以往变得更宅 及家状态将成为你生活的常态 部分人需要处理房屋问题 家务活可能也会增多 好在你也能平衡好工作 家庭职场两不务 感情上爱情有愉快的能量 聊天谈情说爱 会带来很多短暂的快乐 但是内心深处 你有些迷茫 不确定 不知道快乐过客 未来如何选择 尖体上本月偏财多多 可能会为了吃喝玩乐 子女约会感情开销 投资运有些不明智 需要相信自己的内心灵感 气息上状态普通 适合居家多学习 除你做工作上本月可能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沟通 也可能有些出差 跑动 本月你有很深的思考力 洞察力 对工作业务 推广 谈合作 构思 无望不利 也有力正前办理 感情上本月你思绪清晰 很知道沟通的重点 因此对长期感情的压力有所缓解 你知道如何切入中心和对方沟通 彼此之间能够包容对方 金钱上花钱高峰期逐渐过去 学习上思考与学习状态将有所提升 日常生活信息的关注也将充斥着你的生活 这次不见的观察研究 求知力大增 铁城座 工作上忙碌高峰期逐渐过去 生活中的人事冲突也慢慢解决 工作上专注有灵感 状态不错 感情上本月适合一同出游增加感情 也适合多聊天 分享有趣的内容 本月感情欢乐 但那些深处你很在意日益得失 金钱上财富状况是你最为关心的 部分人可能开始考虑理财 如何让财富升值 而朋友可能为你带来新的机遇 或是给你一些坚定的力量 为物质奔波 你可能开始思考付出与回报的一题 或是开始考虑通过社交网来盈利 有力推广 学业上状态不错 学习有进步 天蝎座 工作上金玉终于来临 本月有更大的表现空间 意志力坚定地实现长远目标 这个月是你虔诚贯注 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候 事业学业表现加 适合自我提升 使你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 感情上生活全面忙碌 也可能带给你火急火燎的脾气 注意自己过于坚持而伤到对方 金钱上财运不错 是收入高峰期的一个月 息息上本月思绪清晰 有很强的洞察力 专心致志可以搞定你想功课的邪客 射手座 工作上本月不太主动 你可能开始变得有些淡然 有些坚持已久的价值观 现在可能却不那么重要了 比起外在事物的争取与竞争 心灵是你最为重视的 有力灵修 探索心灵 调理排毒 一些想法 预期耿耿于怀 不如退一步 海壳天空 感情上本月你非常愉快 轻松表达自己的感受 因此也很容易释放你个人的魅力 感情进展愉快 但那些深处 你仍对归属有些不确定 金钱上非常务实稳定的一个月 虽然你本月赚钱行动力不高 但财运在一个稳定的轨道上 无需理操心 有些人可能会截至花钱欲望 现端有些佛性 截期上状态平平 大脑不带现 摩羯座 工作你的社交欲望逐渐提升 比起个人的世界 更愿意与更多人权接触 并开始注重人际关系的营造 社交活动增多 你需要清理自身欲望 平和的社交才能为你带来更多贵人 所起的心态只可能留下过眼云烟 感情上 你有些听天由命 感觉被动 在感情方面 你可能有些寂寞的感受 命运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好的转折 但是本月你不知道 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 容易引发一些误会 金钱上采用普通社交忙碌 但不一定能给你带来实质收益 学习上学业平平 适合向他人多学习 睡瓶座 工作上你的事业表现 开始逐渐惹人注目起来 特别是一些贵人的推荐 与合作关系的帮助下 让你长得头角 开始逐步步舍舍轨 个人能力的发挥 能让他人刮目相看 也是和你集中精力思考未来方向 感情上 本月朋友圆大于伴侣 你可能有很好的社交经历 朋友相处愉快 或者有些聚会等等 有些人本月感情能够公布于众 进入更为确定正式的进度 可能见父母 兼钱上本月有些不明 只开销 容易因硕胶破财 细细上忙碌期逐渐过去 理所争斗的那些真理 也逐渐看淡 本月很适合规划未来学习方向 双鱼座 工作上本月运势很旺 表现不错 而且出行运很旺 可能有一些文书的事情要处理 或者规划未来方案 培训增多 有些出差跑动等等 立旅游签证 学业备考 论文移民 法律贸易事项的进展 感情上看重长远发展 可能很注重彼此精神世界的一致性 你需要一个确定的未来 但不要自欺欺人 尖鱼座上 残月很旺的一个月 这是你建立口碑的时间段 可以为了长期的事业方向努力 游戏上深沉的思考状态 有助于你理清迷茫的想法 精神层次提升 开阔事业 有利于专业知识的巩固与进展